还好 那我们要把它改成VBA 特别注意最难的其实就VBA 前面应该有点难的 可是还没有那么难 这个还比较难 不过难归难 但是程式也就是这样子 就把它写出来 跟前面今天刚刚讲的很像 那怎么写 首先的话 我云端上是直接把它写完的 不过我发现可能 我们还是分阶段来解说 好像会比较好理解 因为我发现如果一次全部讲完 你们可能还听不太懂 或者细节 所以我们也许分阶段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要 那个切前刮弧的位置 后刮弧再切割 这样子的话 把步骤跟刚刚差不多 逻辑一样 你也不用再特别理解 那首先一样切到VBA 假设我今天要撰写VBA的话 你会发现 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我先demo一下 前刮弧 后刮弧 再去切割 切割 切割错位置 这边应该改成F才对 切到 这边因为我输出 刚刚复制贴过来忘了改 所以这边的话 应该是再切割后刮弧 然后再切割全部 这样就切割完 应该知道逻辑 我是把它分成三个来做 实际上最后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所以有些时候 程式你看别人东西很复杂 是因为人家已经把很多之程式把它凑在一起 所以会看起来 那当你把它拆解开 其实就简单了 所以我还是把它拆解来看 那怎么做 首先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第一个也许我把它全部已经除掉了 也许我这个本来模组2没有 OK 那因为我录制的那个聚集 所以会产生一个模组1 那因为我希望VBA不要携带一起 不要混在一起 所以我就在模组按右键 再插入一个模组 它会产生模组2 module2 OK 把它分开来 但你以后想说放一起 会当然也可以 只是说我习惯分开来看会比较清楚 那首先第一个我希望做出什么 钱瓜壶的位置 那我就是什么 拿这个复制一下 记得取消 游标不要放里面 再切到VBA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叫钱瓜壶好了 OK 假设这样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抓钱瓜位置的话 其实写法跟刚刚一样 你会把你写来写去都一定 E4i等于第几列 第2列 到第几列 到第10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AS 记得这边空白一定要空 Enter两下 然后打一个NAS NAS是下一个 所以它会把i的值 由2 3 4 一直到10 帮你跳 那里面要做什么呢 我要输出到哪里先写 输出的列 第i列的第几栏呢 输出到d栏 那输出什么东西呢 就是把钱瓜壶的位置帮我找到 并且输出到这个除尘格里面 那问题是我们刚刚VBA里 Excel里面是用Fy函数对不对 可是VBA特别漂亮哦 我讲过VBA跟Excel的函数不一样 有些一模一样 有些不一样 那如果VBA里面的寻找函数 它的名称叫做 INST这一个 它 跟Fy函数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东西 可是它名称换了一个 就有点像那个Test函数 改Format 它其实是一样 类似的东西 可是它的名称就换了一个 IN IN指的是在 Test函数是至串 意思是说在至串里面 帮你找什么 所以其实概念上差不多 INST3 好 那刮壶之后的话呢 特别注意 Fy是先Fy前刮壶 再去哪边找 可是这个INST3刚好颠倒 它是先去哪边找 我要先到A栏里面找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钱刮 这个位置 告诉它把它改A 帮我去A的储存格里面找找看 A2 A3 A4 那找到的话 它就会返还是第几个字 如果找不到 它就会返还是0 那Fy函数找不到是错误 可是INST3找不到是0 OK 所以特别注意 逗点去找什么 所以它刚好两个颠倒 找钱刮壶 Fy是先找钱刮壶 再跟它讲在哪里 这样OK了 所以这样写完之后 我把结果输出 所以你会发现在A里面找 帮我放到D栏 写完之后执行看看 有没有发现 它会快速的帮我怎么样 这里面有没有 没有 0 这里有没有 有 第三 有没有 这边也是0 因为这边没有 这边是第六 它数到这边第六 OK 应该可以看懂了 那再来的话后刮壶 怎么做呢 其实可以把这几行 复制下来 我习惯选取它按Ctrl鍵 这边改成后就可以了 其实有些程式 如果都类似的话 你其实可以不用重打了 就是把这上面 复制下来 回圈范围都一样 你看 输出的位置不一样 我们本来输出到D 把它改成输出到1 那找什么呢 本来是找前刮壶把它改成后刮壶 改完了 应该看懂我在改什么 其实熟悉之后你会发现 其实还蛮好玩的 OK 好 这样就输出后刮壶了 最后的话切出来 OK 切割的话其实写法也差不多了 把它拿来改好了 那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切割字串 Ctrl-C取消一下 再切回到Visual Basic 把这个名称改成叫切割字串 范围一样 输出的位置不同 输出到F 那做什么呢 特别注意 VBA里面切割的话刚刚好 它的MID 店有没有 其实跟Excel刚刚好 名称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不用 但是问题是 虽然名称一样 可是是指的是不同的 这个MID是指的是VBA的MID 然后前刮壶 特别说这个VBA这几个字不打也没关系 所以你在云端上没有看到 有同学说 老师为什么你有的打 有的不打 其实打跟不打都可以 打的话是说 你点下去 它会自己帮你带出这个函数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那个函数太长的话 那我就打VBA点 像有些蛮长的 像忘记了 像有一些真的太长的 我就比如说RUN 什么什么等等的话 那这里的话MID很短 所以我就干脆直接打K 所以这边打一个MID 这样也可以 前刮壶 所以他一样会跟我要三个资料 不过很多同学好像Excel 如果Excel熟 你就大概知道哪三个 第一个什么 在哪里找 有没有 哪一个位置 在这个A栏里面找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A栏的资料带过来 把这边改A就可以了 A栏里面找什么 逗点 第二个问题 你会发现 不过他逗点之后 他会提示你 OK String是指的是 你要给我一个字串 我才帮你切割 第二个是Star Star Star意思是说你要从哪一个字开始 那As long 指的是一个长整数 意思是说你要给我一个 开始的位置的一个数字 Long一定是个整数 你不能小数点 比如说3.5 他想说3 就是不能有小数点 一定要是整数就对 所以位置在哪里呢 那我的位置刚好就放在D栏里面 所以呢我就把什么 这个D栏 刚好我这边已经有 有没有 有0 有3 那我就给他什么 给他D栏的位置 但是呢 因为D栏的位置是刮谷的位置 必须怎么样 加1嘛 就是把里面的资料呢 再加1 OK 然后呢 后面的话 逗点 从总共几个字呢 那就是后刮谷的位置 1栏里面的资料 减掉D栏的资料 再减1嘛 所以其实比较快的做法 所以你会发现复制贴上很重要 那我都用Ctrl鍵按住拖拉 把1栏的资料 所以后刮谷的位置 减掉 那个前刮谷的位置 所以再拖拉过来 把它改成D栏 D栏 应该可以了解我在做什么 如果你不太熟 你可以这样切过来看一下 然后呢 再把它减1 OK 后刮谷一下 城市呢 就大功告成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执行一下 看会不会切割 不过呢 会应该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执行一下就知道了 诶 城市错误 为什么错 其实你看到这个错误讯息也不用紧张 因为你们以后一定会常常看到 因为我发现 如果你不是熟练的话 不过即便错 你不用担心 征错一下 征错之后呢 请各位可以看一下 里面到底哪里出错 0 加1还是0 所以开始从1 那0减掉0 再减掉1 那不就负1吗 负1 长度有负1的吗 应该没有啊 所以 为什么出错呢 因为呢 因为呢 我第一个资料里面没有刮糊 没有刮糊的话就没办法切啊 所以怎么办呢 你这个地方 变成一定要做一个逻辑叙述 逻辑判断 什么样逻辑判断呢 如果 前刮糊里面的资料 假如是0的话 那你就不要做切割 可是如果他不等于0的话 那你就再才去切割自串 所以特别注意哦 再来我们很重要一个部分就是逻辑判断 回圈里面一定要有逻辑判断 如果没有逻辑判断的话 很多地方会出错 所以像这里的话 那我怎么做逻辑判断 特别说 顺便讲哦 这个enter以后哦 再按一个tape键 如果 if 所以以后慢慢要习惯 逻辑判断 一定是if if什么呢 哪个地方 这个里面哦 如果是0的话 那就不切割 如果不是0才切割 所以我的叙述一定是 如果那个储存格 哪个储存格 埃列的低栏 这个储存格里面 ok 那假如是他 一般习惯是等于0 等于0是这样的叙述 可是问题啊 我不是要 我什么时候才切割呢 不是0的时候 不等于0 所以特别说 你就要把等于改成不等于 不等于 不等于 不等于怎么表示 特别注意 一定是一个小于 再一个大于 这样叫不等于 所以特别说 VPA里面的等于是这样子 那不等于的话就是 小于大于 这是规则 请务必要记起来 不等于 之前有同学很有趣啊 说老师 那为什么是小于大于 不能是大于小于吗 你以为是 是什么 你以为是打一个什么 特殊的符号 不行就不行 因为这是规则 这也不是我定的啦 这是比尔盖斯定的 因为Basic是他开发出来 VBA Basic 是比尔盖斯他设计出来的 所以如果要改的话 你可能要问比尔盖斯 OK 应该知道比尔盖斯吧 他现在 现在好像还是首富啊 我好像听说他被 慢慢被超越了 他的 资产已经大到已经无限 他为什么会这么有钱 因为他设计的 就是微软 Windows Office 这些东西 OK 好 那这规则可能要记 后面打一个rem rem的话是然后 如果不等于之后 如果他里面不是零 才去做下面的事情 反之就不做 记得最后他一定是一对的 有for就有nest 有if就一定要endif 这个是一定要成双成对的 少一个都不行 有这个就一定要有这一个 有这个就一定要有这一个 OK 好那我们这边记得 请你把这边多按一个tab键 让他缩排 为什么 当他不等于零的时候 才去执行 把它停止掉 停掉之后的话 再让他跑跑看 执行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他就全部跑完了 而且也切割出来 那我们基本上 就已经把我们要的结果给做出来 但是还是一样 去除错误就不用了 因为这边没有不需要去 只是零跟那个 是不是零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边已经判断完了 所以不需要去除错误 那只是问题是怎么样 我们还缺一个 就是把这个东西搬到这边来 所以你想说老师那我干脆把这边改成B就好了 把这边改成B B缆嘛 输出一下看看 这样也OK 但是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如果我把这里面的东西清掉的话 对 他就会怎么样呢 他就抓不到东西了 所以变成你将来如果说这边 这边如果一定要有的话 那你要怎么办呢 你可能就是说难不成要把它隐藏吗 所以通常我们就是要把一二三 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 所以也许怎么结合待会再看 其实云端上有 我的做法是这样 把这个东西搬来这边 我想你们先把这边先做完看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后面 怎么样把它最后结合在一起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这边一样会 云端上也有的参考 只是云端上面可能就是一次做完的 那不然的话我就是再补充一下 比如说前刮或后刮 我也许我待会再把它贴到云端上 都